制作人圖 煮鍋又來到春夏季 早上的히 attention est к cameras 他公開的時間是很準時的 2至3時一定會來 根據外國研究顯示 每100人就有一個有萬性自發性沉麻疹 我們見過最難醫的病人 可能真的不停地血管水腫 經常都擔心,所以就進入醫院 甚至可能要去心理治療部康 今集一起看看 萬性自發性沉麻疹 為何會沒有原因持續地出沉麻疹 今年22歲的Emily 從18歲開始會持續地出風難 她最終診斷有萬性自發性沉麻疹 現在她在大學讀醫科 學習壓力也不小 有時緊張,病情可能會更嚴重 但其實平時日常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 都會誘發她出診 我突然在這裡拋著… 那個位置就開始起 然後可能我的臉刮傷 然後就可能在這些位置開始起 可能如果這裡有一股蚊子飛著飛著 我看見她很不舒服,我都會起 總之我有點覺得不舒服 覺得不舒服的話,她就會起 不舒服的,她就會這樣 要求完全不舒服 就能夠做到她的 她也會進行 要的男生相信 她這樣就會在這裡 你會來… 她就會來自拍 我喜歡自己 還有一種 我還覺得可以這樣做 這潛艾的狀態 我已經有一點過程 我一直有自己、很好的 她的狀態 我也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那兩、三個小時很辛苦 全身都很癢 然後眼睛又腫了,嘴巴也腫了 他說自己曾經試過不同的方法改善 但也無法跟隨問題 因為我本身家裡有很多公仔 但可能我上課聽到不可以擺公仔 要勤力一點洗、換床單、換皮套 我已經有照片了,而且我覺得比較好 但你說能否更曬,一定會更曬 但可能我知道要吃甚麼藥後 它就會短一點 可能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轉眼又來到春夏季 這種又濕又熱的天氣 增加出風爛的機會 有研究說,平均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曾經受過風爛問題困擾 至於為何會出風爛 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那些疫苗比較熱 而當時,如果在激烈運動之後 可能會有這些症狀 或者是季風特別冷的時候 如果你全身抵抗力不太好 就會有 上班的時候想登機 然後玩了很多有激素的雞胸 雞胸 吃到自己的生胸奶 其實風爛出的原因都有很多款式 其實我們經常都解釋給別人聽 風爛有時是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是一個反應 設計可能是保護我們 身體覺得有些不好的東西 有些侵略者 如果想攻擊我們的身體 就會出風爛或尋牙疹 令你很癢、很脹 可以拌走自然運源 尋牙疹 俗稱風爛或封疹 患者主要會有兩大徵狀 包括皮膚會出現一團團 大細不一凸起的紅色膨疹 令患者有痕癢或出疑的感覺 以及出現皮膚深層組織 或黏膜腫脹 也就是上眼簾或嘴唇等部份 可能有血管性水腫 如果我們出麻疹 但六個星期內可以自己康復 不再復發的話 我們要急性尋麻疹 或急性風爛 如果慢性的話 就是病人可能持續 或者夠不夠再發 就持續六個星期或以上 每天都出 有些病人可能每個星期 才出一次 甚至幾個月才出一次 慢性自發性尋麻疹的成因 跟人體的免疫機制息息相關 患者的血液裡面 存在一些自體免疫抗體 他們會激活平時抵抗病毒的 肥大細胞 釋防出平時對抗過敏源的 組織安和其他嚴正因子 造成血管擴張 組織腫脹等等的情況 若這些情況發生在上呼吸道 有機會導致呼吸困難 但很多時候病人有自發性封難 叫自體免疫病 自己攻擊免疫筒出封難 我們發覺有多些女士 是有的,無論是旅膚失關子炎 甲礦等等 如果有這些病,發覺有多些機會 有慢性自發性尋麻疹 根據外國研究顯示 每一百個人就會有一個有慢性自發性尋麻疹 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說自己屬於嚴重的患者 還因為這個問題影響到工作 經常會發生病假 經常會發生病假 我偶然兩、三個月一次 傷風感冒一、兩日 一生病是三、四日 然後還有一個月、兩次 最強行都試過三次 最後七月住了一整個星期醫院 經常請病假影響了他的工作表現 最終令他失去了工作 而更令他頭痛的是要承擔高昂的醫藥費 在這麼多種他試過的藥物當中 他覺得免疫系統抑制劑的效果 是最好、最穩定 不過就很貴 在我最嚴重的四個月 說的是要打兩支 八千元對於保羅大眾來說 一個月都有很大的負擔 我的積蓄都很容易 我七七八八 試了三、四個月之後 就跟醫生說 醫生其實雖然未穩定 但是我可不可以 劑量減一半 先打一支 試一下後果 其實醫生也不建議 不過我就說 他真是正常 為了找出病源 就算先生曾經做過皮膚點刺測試 肺功能測試等等 但也找不到發病原因 甚至連戒口也解決不了問題 初初就不發現 當是一般食物敏感 到吃放題 我覺得會否是海鮮 那機車就戒了一排海鮮 後來我父母回來的時候 其實食物也好、環境也好 都是零、零 零、零、零、零 真的沒有 何醫生也挺肯定是免疫系統敏感 不是食物敏感 同樣有萬聖自發性沉麻疹的Emily 最初看到身上有一塊塊很癢的膨疹 她也以為自己對個別食物敏感 但做完敏感測試 結果令她嚇了一跳 我看到整個報告都紅色 像聖誕樹一樣 其實你想得出大部分的東西 我都不能吃 紅肉、牛肉都不能吃 白肉也不能吃 魚、雞也不能吃 然後最普通的飯、麵都不能吃 Emily說突然知道原來這麼多東西 都不能吃 她覺得有點接受不了 而且食物敏感並不是每次都會發生 我今天吃牛肉, 但明天吃牛肉 可以不吃, 你明白嗎? 其實你不知道 我上一次無法呼吸 是吃了沙律 然後突然無法呼吸 可能有一個吃了花生 她真的整個嘴巴都腫了 但只是花生 Emily這麼興奮, 怎麼打針? 有沒有好一點? 可以了, 打一口 可以了 不過李希就提醒萬聖沉麻疹的患者 不應該自己做敏感測試 或者亂禁戒口 因為這樣做, 可能會延誤診斷 令問題不只是皮膚病那麼簡單 懷疑是食物過敏感 就令自己營養不良 然後可能自己去吃不同的藥 用了很多不適合的藥 例如吃很睏的抗敏藥 令自己有很多副作用 很多病、很多抑鬱、很多焦慮 甚至有很多家庭的問題 李希說 普羅大眾一般都比較難自行 由外觀、徵狀分辨自發性沉麻疹 和過敏等等的皮膚問題 所以有懷疑也應該及早求醫 我們有個分數可以計算的 我們叫UAS-7 有個Earthic carrier activity score 計算病人, 其實精緻有多嚴重 需要用甚麼程度的藥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 有些藥叫生物製劑 都能幫助病人 可能在一個月第一次 大概九成以上的病人 都有很大的進步 下一節回來 會由中醫角度講解沉麻疹 食物解碼也會和大家看看 就這樣喝秋葵水一個月 是否就可以減肥降三高 電影有超級英雄 食物也有超級食物 聲稱健康的食物 究竟可否像英雄一樣 那麼, 拯救我們的健康呢 這個五月, 我們一起來看看 超級食物是否真的超級棒 我現在二百多磅 大問題, 我相信是膝蓋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酸軟 他是Eric 曾經接受過我們的訪問 討論自己的超重問題 例如, 經常覺得很容易累 或者有時候走樓梯、斜路 上上下路, 會覺得氣喘 我也是有三高的 血壓偏高一點, 但味道超級 不過通常玻璃車 一定說我的重量已經超過 就奉勸我一定要減股 運動、營養餐單 Eric說他每樣都試過 但也失敗而回 近月有日本骨科醫生說 就這樣喝秋葵水一個月 可以降血糖、降血壓 連腰痛、膝蓋痛、到醫得分 聽到Eric心動動 他說也想試試是否這麼神奇 我聽過秋葵水是一些比較健康的食品 我對他的印象是一枝滑滑滑滑滑的 也不是很濃 蒼脆肉滴的顏色 霧神神的愛皮 他是今天的主角 秋葵 每100克秋葵 即是等於大約八至九條的份量 就含有40千卡熱量 4.1克膳食纖維 8.1克碳水化合物 2.4克蛋白質 375微克維他命A 104毫克鈣等等 不少健康達人都說 食秋葵可以減肥、美肌、降血糖 好處多羅羅 最主要是有很高的水溶性纖維和果膠 它會減硬我們腸道的糖分 吸收的速度 可以幫助我們糖尿 和膽固醇的病人 可以控制得更好 另外,我們有飛水溶性纖維 也可以軟化便便 令便便在牆上暢通 防止便秘 最後,它的甲質比較高 也可以幫助我們去水和降血壓 聽起來這麼厲害 難怪秋葵會被譽為是植物界的黃金 不過秋葵原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秋葵本身有很多草酸鈣 如果我們有腎結石或尿酸的病人 我們要盡量避免吃 另外,秋葵因為甲質較豐富 所以有腎病的病人也要留意 堅持每天喝一瓶秋葵水 身體便會慢慢變好 不是吧 是真的、是假的?當然要試試 時間一時一滴過,轉眼間就是三個星期後 他說自己短短這三個星期 好像也感覺到有點變化 不過個人就… 精神了 可能是我因為喝的水分多了 我應該一天最少都喝兩、三瓶水 但現在我喝秋葵水 再加上我平時喝的水 應該也有大概四、五瓶 我…在這段時間 我也試過去行山之類 也覺得膝蓋沒那麼痛 Eric急不及待衝上榜 很想快點知道結果 體重比三個星期前還重了一公斤 不過體肢方面反而輕了0.2公斤 這陣子疫情的關係 其實運動量應該是小了 其實反而是小了一點的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的關係 看看血壓和血糖又如何 血壓變化不是很大 不過因為拍攝這一天 其實Eric沒有吃早餐 所以我們要翌日 問他拿回吃完早餐的結果 原來也有跌倒了一點 不知道看完這次結果 Eric又覺得怎樣呢 跟我預期的感覺好像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其實應該… 全部漸進的,這件事應該… 一下子突然跌倒了很多 我應該會繼續去喝秋葵水 可能再加一些運動量 去看看會否兩樣東西相互相成 雖然好像有效果 不過其實營養師並不建議喝秋葵水 其實在喝秋葵水裡的 果膠水溶性纖維都會溶在水裡 就可能滋生了一些細菌 我們喝了可能也會有一個腸胃炎的機會 其實就這樣吃用秋葵 我們已經能夠吸收裡面的果膠 水溶性纖維 因為我們會照的 想要簡單、好味又健康 不要分就向大家推介這道 秋葵炒蛋 雞蛋有優質的蛋白質 而且秋葵有維他命C 這兩個元素都是骨膠原的元素 所以我們吃了皮膚也會好一點 防止便秘之餘 亦可以幫我們修復細胞 越多元化 我們都會覺得較健康 就不會說秋葵一樣東西 吃下去就慢能 我們將秋葵的錠 尤其是老的那些切走 然後將秋葵切粒 加點鹽 加一茶匙左右的油 加點蒜蓉炒香 放在秋葵 加入蛋漿 這樣就完成了 由汗出售風 或露臥成梁 風邪多眾表虛之仁 還以認為人體被一層胃體保護 如果鮮天品賦不足 或者是屬於表虛體質 胃體不顧就會抵擋不住風邪的侵襲 容易出現隱疹風團 也就是沉麻疹 但原來吃得肥膩惹多 或者心情不好 都會導致隱疹出現 我們說肝是煮情緻的 當它有這種情緻不調的時候 就會影響它的肝 它進一步影響腎 肝腎不足 有人他喜歡吃一些油肝後味 比如說牛肉 吃一些比較容易的東西 比較容易 喜歡飲酒 這樣的話 胃腸有一些濕熱的一些 底子在胃腸裡面 這樣的話 如果再受風之後 也會出現皮膚的風狂 針刺、挨咎、拔罐 和中藥煎煮外洗等的方法 都可以醫隱疹 但黃林說 相對來說 比較多以內服中藥治療 平時比較容易吃一些油膩的東西 喜歡喝酒 我們就會用一些輕微腸濕熱 然後再疏風解錶的方法 我們比較多用防風空腎 就是如果它情緻不好的時候 更容易發作的話 這樣的話 我們會用它一些羊血漆風的方法 去給它治療 我們比較常用的相當的影子 雖然隱疹一年四季都可以出現 但原來發作都跟溫度有一定關係 黃林說 顏色比較淡的隱疹 受寒的時候會比較明顯 而顏色比較鮮紅的 受熱的時候就更加嚴重 他建議患者要根據自己的情況 做多一步避免發作 在節目完結之前為大家推薦一款健脾去濕湯 有理氣健脾的功效 可以避免食物積聚在腸胃生濕熱 我們會期待 最新的市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